試試看你老師 大家好,非常開心今天老師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集新的鞋皮影片 那今天要鞋皮的這雙鞋呢 應大眾的要求 應你們這些鞋友們的要求呢 老師終於幫你們拍了一集 這雙鞋的鞋皮 那這雙鞋是何方神聖呢? 哪一雙鞋呢? 沒錯,也就是今天我們要鞋皮的跳跳人Infrared 6 也就是這個 櫻木花道鞋六代 來,我們現在從鞋鏢開始 這次你拿到六代這雙鞋盒 你第一個發現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鞋盒 有沒有,鞋盒現在已經改成這個跟五代一模一樣的鞋盒 那其實用這種全黑的JORDAN鞋盒 看起來其實有點小小的沒有這種價值 不過他現在多了這種 很像翻蓋式的鞋盒 而且還蠻開心的 那為什麼他會跟進這個JORDAN五代的鞋盒呢? 老師等一下會跟你們解釋一下 不過我們現在看一下鞋鏢 鞋鏢上面他就寫著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10號半,老師的size recognize that, right? 然後呢他的顏色就是white, infrared, black 上面就寫著Air Jordan 6 retro 這個是他的標號 從去年底呢,所有的JORDAN他開始都直接漲了10塊錢 所以現在這雙鞋子是170塊起跳 這還不包括這個週稅喔 好啦,那剛剛老師有講到說為什麼呢 6代現在也採用這5代的鞋盒 原因呢就是因為6代呢 他有延續一個5代的設計 就是他的這個果凍膠底喔 那所有JORDAN系列呢 是從5代開始有這個果凍膠底 那一直延伸到他的6代 那從6代以後呢 間隔了到11代才開始又有帶回這個果凍膠底 那也因為這個果凍膠底呢 是6代跟5代其中一個相似點 所以他直接就把 這個5代的鞋盒呢 沿用到6代上面 所以老師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鞋盒裡面的這一雙鞋子 來,打開 嗚嗚 你看 送啦吼 來,我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前呢 你會看到這隻鞋裡面還蠻用心的 中間給你一個襯子 然後他就是要防這個鞋帶有染到色 所以原則上還蠻用心的 好啦,今天就要為你們鞋皮的這雙鞋子呢 就是這個 Air Jordan 6代 Infrared 這個Infrared這個名稱是來自什麼呢 沒錯,就是下面你看到這個中底的這一種 有點像粉紅色 又有點像紅色 有點像這一種 Hot Punch Pink 也就是這種雞尾酒紅 那種他們所謂的調酒紅 那不過原則上呢 這一次的Infrared呢 比起以前過去的Infrared來說呢 他這一次是有比較偏粉紅 比較偏這種亮 螢光粉紅這種橘的感覺 那其實老師呢 在發行日我就有去我的Connection那邊 看一下這一雙鞋子的配色 那當時看到的時候呢 真的是覺得有點小小的驚訝 說奇怪為什麼這顏色這麼的亮 不過呢其實看久了還蠻不錯的 因為只有這樣子呢 這個鞋子穿久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的變身 這個Infrared的地方會變身 那變身以後就開始會回到 原本的這種Infrared的顏色 那其實這顏色也不難看 還蠻帥的 很fresh 很鮮的一個顏色 好我們先從鞋的側面開始 鞋的側面很簡單 整體就是六代的設計 那上身呢他就用這種一般皮質的感覺 那這一次的皮質摸起來 好像跟之前的Infrared Pack 也就是那個組合包呢 摸起來的材質差不多差不多 不過有的人也說 這一次的這個皮質有點過硬 那另外有一方面的人也說 這次的皮質還不賴 那老師摸起來的感覺呢 其實還可以啦還可以啦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頭的部分 鞋頭就是整雙白 非常的鮮 非常的clean 那鞋舌上面呢 就有一個 Infrared的Jumpman Logo 那這一次的Infrared的Jumpman Logo 其實也比較粉紅一點 那講到鞋舌的部分呢 一切回到1991年 這個Tinker Hatfield 當時要幫Jordan設計六代的時候 他問Jordan說 欸 這一次的設計呢 你有哪一方面的想法 那Jordan說呢 其實呢 每次上場打球 或者是 打完球的時候呢 都很希望這個鞋舌 拉的時候可以很簡單的拉起來 所以那時候呢 Tinker就直接幫他設計的兩個孔 他就直接用兩指這樣插下去 就可以很簡單的拉起來 或者是這樣拉開 他的鞋子 他的腳就可以直接鬆 從鞋子鬆掉 那六代另外一個非常經典的部分 也是延續五代的這個設計 就是這一個小小的鞋帶鎖 有沒有看到 那這一次的鞋帶鎖呢 也是一樣 比較粉紅一點 蠻好看的 真的很好看 那原則上老師平常呢 都會把鞋帶鎖呢 直接鎖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來 有沒有 來 老師喜歡把這個鞋帶鎖呢 不是鎖到第三條 就是第二條 有時候老師也會鎖到第一條 那原則上就是因為你穿褲子的時候 有沒有 你通常會蓋住鞋舌的部分 那如果把這個鞋帶鎖呢 鎖在上面這裡 就看不到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每一個小小的細節 老師都希望把它露出來 這才是真正的酷 好 再來講到鞋子 鞋跟鞋的屁股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也是六代一個非常經典的拉環 那這個拉環來自什麼設計呢 老師相信 在很久以前有做過一集 有關六代這一方面的設計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 這一個設計是來自什麼靈感來源 你們請你回去看一下 老師的這個六代鞋屏 那鞋跟環這邊呢 一樣有一個這個infrared的紅 這樣子的設計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老師真的很喜歡 再來我們看到鞋子的內側 鞋子的內側一樣全白 very clean 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鮮 那這邊就有一個 一塊紅色的infrared的配色 講到了鞋底 哇 這個鞋底真的是老師的最愛 鞋底的部分呢 一樣沿用這個五代的果凍膠底 再加上下面有一個 非常大的juntman logo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juntman logo呢 一樣用這種infrared的顏色 那老師這次還蠻幸運的 拿到這一雙的設計呢 這個塗漆呢 都非常的clean 做工非常的好 所以老師還蠻滿意的 那你們應該也知道 現在拿到的jordan鞋 尤其是有這種果凍膠底的 他都會有點偏藍 原因就是說如果放緩的時候呢 看起來至少 有點是透明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6代 非常經典的部分 就是鞋底的這個洞口 有沒有 這個pattern 這個紋路真的是 只有6代才有 那這也是老師 非常喜歡的一個設計 再來講到這一雙鞋的 Airbubble也就是氣墊 你看裡面是這種 乳白膠的這種氣墊顏色 配色 非常的酷 那講到這個氣墊呢 自從Air Jordan三代開始 就一直都有這個氣墊的 外露式氣墊的設計 有沒有 比如說3456 都有這個外露式的氣墊設計 那也真的是蠻炫蠻帥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子的裡面 鞋子裡面就很簡單 一個Infrared 6代的這種鞋墊 裡面就一個黑色的Juntman Logo 那這次Juntman Logo呢 看起來好像是這種熱燙上去的 所以穿一穿好像也是會掉 建議你穿的時候小心一點 那講到了1991年 那一年Michael Jordan也帶領了 自家客公牛隊 贏得他人生中的第一支NBA冠軍 總冠軍戒指 那當年他也因為這樣 他贏得了一個MVP 所以Michael Jordan穿著六代的時候 真的對他來講意義非凡 那相信老師之前也有跟你們講過 六代呢 其中一個會非常紅的原因 也就是因為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White Man Can't Jump 白人沒辦法跳 也是在諷刺說 白人不會打籃球的意思 那一部片非常有名 在90年代 是非常有名的一部電影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時候 非常有名的一部電影 那在那裡面呢 Jordan六代有被穿著 而且因為有在電影上面曝光 所以當時六代這一雙也是非常的紅 那講到了這個OG配色 這一雙鞋 White Infrared 這一雙鞋 也就是其中的一個OG配色 當年所有六代的配色 你們可以知道 就是這個Black Infrared 還有White Infrared 最有名 然後再來就是Carmine 也就是紅白那一雙 今天也會出 老師真的會把它Cop下來 那一雙真的太兇了 那在亞洲地帶的這些鞋友們呢 這一雙鞋對他們意義非凡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Slam Dunk 也就是我們這個櫻木花道先生 當年在漫畫中 有穿到這一雙鞋 以前櫻木花道過去在卡洞裡面呢 去一間鞋店跟勤職去一間鞋店 然後拿走鞋店老闆的那雙六代鞋 那也因為過去呢 這個怪藍高手在漫畫當中 feature到這一雙鞋子 所以這一雙鞋在亞洲地帶 會紅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麼一回事 原則上這一雙鞋子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配色 那如果你跳過呢 我想你應該會後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呢 這一次Infrared White 這一雙鞋呢 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幾乎如果你有用心 你們都有辦法拿到這一雙鞋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10座 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Air Jordan 6代Infrared 白色Infrared這一雙的10座 非常的fresh 那老師建議呢 每次穿這一雙 就是要配件這個米色褲子 很搭你知道嗎 好 這是側面 正面 另外一邊的側面 另外一邊的側面 那老師現在還沒把這個鞋帶鎖呢 鎖到這個第三格的地方呢 原則是因為老師 目前還沒有計劃把它穿出去 還不想要這麼快就把它弄髒 好 原則上呢 就是整雙鞋的樣子 鞋子的後面 鞋底 好 真的是非常帥的一雙鞋 希望大家呢 現在都有拿到一雙 那因為呢 Infrared這一雙鞋 真的是老師最愛的一個顏色 老師還特地從這個Nike Store 那一天去逛街的時候 突然看到 看到這一頂帽子 有沒有 整頂都是Infrared紅色的這一種 配色 那這邊就是黑 老師真的覺得真的很搭 我這一雙黑色Infrared 你覺得呢 那這一頂帽子最棒的設計 就是在他這個有沒有 六代鞋底下面的這個設計 有沒有看到 真的蠻酷的喔 那在鞋屏的最後呢 老師一樣要感謝 所有去老師Facebook 給我按讚的這些朋友們 那一樣 如果你喜歡老師的鞋屏呢 請去老師的YouTube Channel 也就是這個老師湯 這個Channel呢 幫老師按讚 或者是Subscribe 也就是訂閱 那of course 如果老師有哪裡講的不足的呢 請你們在留言欄下面 幫老師補充一下 這是看你老師 再見